大戶条款将废 主力进场大涨140点 美股债创高 激励都三亚股 台股更因市场传出 大户条款恐将废除 吸引主力资金回荣 指数开高走高 中场大涨140点 收9175点 占上半年线 成交量放大至1144亿 上市贵共90多档股票涨停 今天指数呈现一个量增价涨的走势 那整个来看的话 在整个大戶条款渴望减进的情况之下 盘面上是持续一个明显上涨的情况 在整个OTC的指数 已经连续几天表现都强于大盘的情况之下 代表说近期大戶是确实有一个回来的情况 科匹概念股的生计 银件等连续第三天大涨 云城 基亚 台威体 王翔 秦美 华固都攻上涨停 电子股郭若威 联军 超重 FTPK 翔硕 宏达店也高挂红灯 对着成交量的提债来看的话 证券股短线上也应该有机会在这边做表现 那至于在整个进入旺季的这个汽车林主店的族群 有机会在这边盘面上扮演盘面上的主流的一个态度 董新闻综合报道